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尽心尽力抚养妓子十八年,他结婚,我却被安排在靠边的角落,他和亲生父母上台其乐融融,可不料接下来妓子的一段发言,却让在场所有来宾都傻眼了。 他,已经儿历之年的妓子,终于在过年前把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在他的婚礼上,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我既欣慰又欣酸。 欣慰的是,抚养了十多年的孩子终于要结婚了,即将为人夫,为人妇,奔向幸福的人生。 而让我心酸的是,在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我却被安排在靠边的角落,看着他和他的亲生母亲谈笑风声。 一滴泪终于从我的眼眶里划过,我擦了擦眼角,如此重要的时刻,可不能让别人看了笑话。 不知何时,妓子走到了我跟前,可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却让全场人都傻了。 云昊是我老公和前妻的儿子,也是我的妓子,因为这个原因,我和老公从相识到结婚,确实比旁人多了几番波折。 我和志丰老家虽然在同一个县城,但真正相识于深圳一家工厂。 那时候,我们都是流水线上的员工,他比我先两年进入这家工厂,我进入这家工厂的时候,刚好被分到了志丰这个组,可以说他算是我的领导。 他和我以前的领导不一样,对组员很好,总是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就算我们犯了错,他也是帮我们顶着,从来不大声苛责。 一次偶然地聊天,我们才发现彼此的老家,在同一个县城的不同镇上,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志丰很快熟络起来,很快半年过去,我们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发现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志丰。 趁着他生日那天,我借着给他庆祝生日的由头,和他告了白,但事情却并没有如我料想的发展,他拒绝了我的告白。 在表白之前,其实我是胸有成竹的,他对我和其他人是不同的,我能感觉得出来。 但我没想到我却在这件事情上摔跤了。 他一脸愧疚地告诉我,蓝月,你值得更好的,我和你总归是不合适的。 最初我以为他是怕我嫌弃,他的年纪和家庭,他比我大八岁,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阻碍。 我说,志丰我不在意,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而他接下来的一句话,把我心里的期待积得粉碎。 他说,我本着老乡的情谊,把你当成妹妹一样照顾。 当时的我听到这句话,心都碎了。 我烈烈怯怯地离开了,回到出租屋,把自己扔在床上,嚎啕大哭。 我人生中第一次和喜欢的人表白,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我受不了这个打击,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都没有去上班, 到了第四天,我无法面对志丰,便有了辞职的打算。 在我准备向常理提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志丰却找到了我。 他问我,你想要辞职是因为我的缘故吗? 我不知可否,事实本来就如此,而且我这个人不喜欢说一些虚话。 我没有吱声,他又继续问道,真的做了决定吗? 我点了点头,准备离开,他却突然拉住了我。 如果我结过婚,又有孩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了。 之后几天,我都浑浑噩噩地把辞职的事情也抛到了脑后。 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把所有的事情都捋了一遍,最后还是选择和志丰在一起。 志丰知道我的打算之后,表现得特别开心,但同时又带着一点不自信。 蓝月,你真的不介意我结过婚,还有孩子吗? 之前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喜欢一个人又怎么不会介意,只是我这个人一向很乐观,性子也有点执拗。 当我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轻言放弃,我握着志丰的手,企图给他一点信心。 你的过去不重要,我只关心我们的未来。 他还想再说什么,我赶紧用手堵住了他的嘴。 就这样,我们俩心无旁骛地谈起了恋爱。 交往一年后,我们就有了结婚的打算。 当我把志丰带回家里的时候,父母果然不同意,爸爸甚至扬言,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和你妈就当没生你这个女儿。 但当时我就是认定了志丰,为了他,我和父母据理力争,都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父母妥协了。 何志丰结婚后的第二周,我第一次见到了我所谓的妓子云浩。 那年他八岁,之前他在外公外婆家小住,我们俩并没有机会见面。 见到他的那天,我确实大吃一惊。 那时候正值寒冬,他却穿着一件很旧很薄的袄子,下身穿着一件当裤,脸蛋被动得通红,手上还生了洞窗。 他就这样怯生生地站在门口,他爸爸拉着他进门,他却一动不动。 虽然我没有当过母亲,但不知为何,当时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丝顿痛。 最后,我强行把孩子拉到了屋里,并拿了我一件比较厚的袄子给他披上。 之后,我又加了煤炭,想把火烧得更旺一些,让房间更温暖。 他的话很少,基本是我们问他,他才肯作答。 中午我特意做了几个小孩喜欢吃的菜,他几乎是狼吞虎咽。 我心里又是一阵酸涩,这孩子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过后我才知道,老公和前妻离婚,原本是想要这个儿子的。 但是前妻以命相携,要了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只是他带走了孩子,并没有好好培养孩子, 也不允许老公和家人去探望,但也因为孩子的缘故,三番两次找老公要抚养费,老公为了孩子也是尽力去满足他的要求。 还在交往的时候,我说老公工资虽然不算很高,但也不低,为啥就对自己那么抠门呢? 原来他前些年赚的钱,大部分都拿去养孩子了。 现如今,老公的前妻之所以愿意把孩子送回来,竟然是因为他打算再婚了,而孩子无疑就成为了他的包袱,他自然不肯要。 原本我们是二人之家,现在多了一个孩子,老公对我一脸歉意,蓝月,真是难为你了。 我叹了口气,孩子跟在那样不负责任的妈妈身边,能有什么未来? 既然我选择和老公结婚了,爱屋即屋地也理应善待他的儿子。 云浩来家里的第二天,就毫无征兆地发烧了,我因为并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最开始也是一阵手忙脚乱,在家里物理降温没有效果之后,我又急急忙忙把他送到了家里附近的诊所,开了一些药之后,我又把他背回了家。 他病了五天才渐渐好转,我整整五天没有合眼,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第六天,老公才从外地赶回来,我整个人才算真正地放松下来,也许是云浩的身体底子不好,之后他隔三差五生病,可把我给急坏了。 有时候,三更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有时候上了一天学,回来就开始感冒流鼻涕。 自从结婚后,老公跟着一个朋友去了外地干活,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我每天除了要上班,还要忙着照顾一个容易生病的孩子,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没办法,孩子生病了,自己也难受。 我们作为家长的,也只能尽心尽力地照看着。 特别是有一次云浩感冒了,他好久不曾露面的亲妈突然找上门来,他听到云浩咳嗽,对着我就是一顿责骂,埋怨我没有把孩子照顾好,还说我是后妈,肯定不会真心对他的孩子。 我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对道,既然你嫌弃我照顾不好你的孩子,那你来啊。 因为这句话,他恼羞成怒,差点没和我干起来,后来我把他赶出去,这件事才算消停。 我和老公结婚的第三年,我传来了怀孕的好消息,当时一家人都很高兴,包括云浩。 在我的肚子隆起的时候,云浩每天放学之后,都会趴在我的肚子上,对着住在里面的小宝宝说话。 他说,妹妹你一定要乖乖听阿姨的话,不然小心我揍你的小屁屁哦。 我觉得有点好笑,摸着云浩的小脑袋问道,你怎么知道阿姨肚子里怀的是妹妹,而不是弟弟呢? 小家伙思考了一会,这才回道,我喜欢小妹妹,这样等我长大以后,就可以保护阿姨和小妹妹了。 我心里一阵安慰,这孩子可算是懂事听话了。 想起云浩刚来家里的那两年,为了让他能尽快融入到这个家里,我着实费了一番苦心。 都说后妈带孩子打不得骂不得,不然肯定会惹来街坊邻里的闲话。 但我一直坚持,孩子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教育。 就怕学歪了,误入歧途。 这孩子出来的时候,虽然话不多,但是坏习惯可不少。 比如他刚来那天,我看他身上脏兮兮的,便烧了一桶水给他洗个澡。 谁知道他说他不洗澡,无论我和他爸爸怎么劝说,他都不为所动。 最后,我想着天气寒冷,可能孩子怕老,就打算过几天出太阳了,再给他洗。 只是每次他都找个借口逃避洗澡,我想了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直到一个月后,他的头上和身上长了狮子,我才彻底改掉他这个不爱洗澡的坏习惯。 吃饭的时候,他很挑食,不管有没有客人,直接把整个盘子往碗里倒,不喜欢吃的连看都不看一眼的。 自从我发现他这个坏毛病之后,我和老公深入交谈了一次,我说他现在还小,还来得及,必须及时纠正。 好在老公也很支持我的看法,他说,老婆,我相信你,孩子就交给你了。 有了老公的支持,我做启示来也更方便了,以后每次吃饭我都会注意云昊的行为,只要他有什么不妥,我立马出言教育。 刚开始,云昊很排斥,也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看他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也挺着急的,直到两个月后,一个事情改变了他。 那次我带着云昊去一个亲戚家里吃席,在路上,我再三交代他一些用餐礼仪,他表示明白了,但是吃饭了以后,他又开始任性妄为,不但在盘子里挑来挑去,还把一块没吃两口的猪蹄扔到了地上。 同桌的亲戚在窃窃私语,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洞里。 这时,一个亲戚毫不客气地对着云昊说了一句,真是有妈生没妈交,连最基本的用餐礼仪和卫生习惯都不懂吗? 你这样弄了,还让别人怎么吃?我听得面红耳赤。 这时,其他桌的人也齐刷刷地朝着我们俩看过来。 回去的路上,云昊默默不语,我不免有些着急,到家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话, 阿姨,刚刚是我错了,我以后肯定好好改。 听到这话我愣了,有时候孩子并不是不懂,只是选择性地忽略了。 如今经受了社会的打击,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做错了,以后这孩子也真如承诺的一样,吃饭规规矩矩的,就连平常不喜欢吃的菜也能多尝几口了。 我心里很是欣慰,后来因为他几次生病,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他,他对我也越发亲近起来,有时候走到外面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都以为我们俩是母子关系。 如今,我怀孕了,他竟然萌生了要保护我和孩子的想法,这让我怎么不动容? 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暑假,云浩被他亲妈接到外地去住了一个月,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隔三差五打电话过来关心我,只是过了半个月后,他的电话少了,就连我主动关心他也爱答不理的。 我只以为可能是他玩得太疯了,也没太在意。 然而他回来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 他的脾气变得很暴躁,对于我的话也充耳不闻,而且练就了一身反骨,凡事都和我对着干。 那时候,我挺着个大肚子,真的是被他气得心肝沸腾,直到半个月后,我因为摔了一跤,躺在地上疼得动弹不了,很快地血浸湿了我的裤子,地上也一片红。 云昊或许是听到了我的痛呼声,他从卧室跑出来,看到我的情况,吓得嚎啕大哭。 我知道孩子可能快出生了,赶紧吩咐云昊给我叫救护车。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肚子一阵阵地疼,脑袋也晕晕的,云昊在一旁握着我的手,不停地哭。 我心有不忍,安慰他,我没事,我想着他这些天的变化,趁着这个时刻终于问出口了。 原来他在亲妈家住的那个月,他妈妈一直告诉他,等你爸和后妈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就不会再疼你了。 你要记住,我才是你的亲妈,只有我才会真心地疼你,爱你。 因为这句话的影响,云昊一直闷闷不乐,只以为我和他爸要抛弃他了,听了我不免觉得好笑。 我看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给他擦了擦眼泪,说道,从你回到这个家,你阿姨对你怎么样,你不清楚吗? 阿姨,我就是清楚才害怕失去,对不起,您对我那么好,我还是让您伤心了。 傻孩子,你是你爸爸的亲儿子,我是你爸的妻子,你也就相当于是我的儿子,不管我有没有孩子,在我心里,你都是我的孩子。 看着这孩子破体微笑,我也松了一口气,好在我被送一集时,云昊如愿以偿,我给他生了一个妹妹。 自从女儿出生以后,云昊抱着妹妹一动不动,直到女儿饿哭了,他才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递到我手里。 此后,云昊对待着唯一的妹妹也是疼到骨子里,那时候他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对着女儿左看右看的各种逗弄,比对待作业都要上心。 他上初中后,去了学校寄宿,但是每次回来都会给女儿买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 时间慢慢过去,两个孩子慢慢长大,我们这个家和睦安宁,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只是云昊临近高考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这个家的宁静。 云昊这些年很懂事,学习也都很努力,只是上了高二之后开始变得叛逆起来。 我以为这只是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倒也没有特别在意,毕竟他年纪也不小了。 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怎么也没想到了,高三的关键时期,他竟然瞒着家里和外班的一个女生偷偷谈恋爱,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 如果不是班主任打电话过来,我还被蒙在鼓里。 我这个人并不是什么老封建高中,男女春心蒙动,彼此之间产生了好感,我觉得很正常,也能理解。 但是两个人谈恋爱一定要建立在互相进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互相拉胯。 我苦口婆心对着云昊一番教育,他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但是过后又和女生混在了一起。 果不其然,他名落孙山,原本有望考上一本的他,最后只勉强过了专科的分数线。 我问他,你后悔吗?他沉默不语,我和老公让他去复读,他也不干,非要跟着女生一起南下打工。 我气不过,拿起鸡毛胆子狠狠地抽了他几下,他流了眼泪,却依旧一声不吭。 最后老公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算了,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希望他不要后悔。 云昊最终没有听取我们的建议去复读,而是去了外地打工,只是暑假还没过完,他就灰溜溜地跑回了家,告诉我们他打算复读。 他没有说原因,我们也不敢过问,只是我有几次起业的时候,经过他的卧室,从里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哭泣声。 这些年来,他哭的次数趋直可数,我知道这次他真的是碰到大事了,不然不会哭得这么伤心。 只是他选择默默舔是自己的伤口,我们作为他的家人也只能当作不知道,或许这样他心里会更好受点吧。 云昊经过一年的努力,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北方的一所一本大学。 从步入大学到之后,出入社会找工作,他基本没让家里人操心,逢年过节,全家人的礼物和红包都被他承包了,包括我的父母。 以前不看好我婚姻的父母,看到云昊这么孝顺,也直言我嫁对人了,收获了一个好儿子。 只是云昊因为父母失败的婚姻,对结婚性质缺缺,自从他二十五岁之后,我和他爸爸就在不停地给他物色姑娘。 他虽然没有很排斥,但见过不少姑娘,最后都没有结果。 随着他年岁的渐长,一心沉醉于工作,并没有结婚的打算,我和他爸都急在心里。 在他三十岁那年,我和他爸都打算放弃了。 只是结局又出乎人的意料,在去年国庆,他却带了女朋友回家,说打算年前办婚礼。 我和老公自然欣然同意,云昊的婚礼是在酒店举办的,那天人比较多,我被安排在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我突然有点心酸,他的亲生母亲被安排在老公旁边的位置,母子俩谈笑风生,我突然绷不住流泪了。 我感叹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终究抵不过人家的血缘关系啊。 看来这么多年的付出终究是错付了。 我擦了眼角的泪,不知何时,云昊来到了我的跟前,拉起我就要往前面走。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和云昊并列站在了台上。 我看着台下的老公不知所措,老公却给了我一个安心的眼神。 这时云昊从司仪手里抢过麦克风,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让我感动落泪。 云昊先是拉着新娘朝我鞠了三个躬,最后握着我的手对着台下说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要向大家介绍我的妈妈。 听到妈妈二字,我心里一阵温暖。 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台下的有一部分亲朋好友知道我的家庭,也有一部分不知道其实现在站在台上的是我的继母,也是我今天要感谢的一个最重要的人。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家里,阿姨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我,我曾经有过叛逆,也给阿姨带来了很多麻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现在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想叫他一声妈妈,大家同意吗? 他的话一出,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意二字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云昊看着我,眼神真诚而热烈,他红着眼眶跪在地上,对着我叫了一声妈妈,我瞬间热泪盈眶。 过了两天,我才从老公口里得知,原本云昊是准备把我和老公安排坐在一起,同时登台受礼的,但是因为云昊的亲妈死角蛮缠,最后他们妥协了。 而原本给我安排在前排的位置被酒店的人搞错了,他们也是当天才知道的,最后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今对我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么多年对云昊的付出,得到了他的肯定和回报。 如今听到他的一声妈妈,已然足够。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抚养妓子二十余年,妓子回赠他两份大礼。 他哭了,所有付出都值得。 李树明坐在田梗上,中午的太阳有些烫,汗水浸在眼角,瑟瑟的,眼情有些模糊。 地铃两口子早回家吃午饭去了,还跟他打了招呼,他不想回家。 儿子家生了二胎,老伴去帮忙照顾孩子了,回到家也是清锅冷灶的一个人,还不如留在地里,多把两棵草呢。 儿子家有老大的时候,老伴去帮忙待了三年,如今这个老二,不知道又得帮几年呢。 对了,眼看着再有两三天,孩子就要满月了,老伴说要回来办满月酒。 老李啊,我数过日子了,孩子满月那天正好是你六十岁生日,咱们就把这两件喜事一起办吧。 生日不生日的,李树明不在乎,这人年纪大了呀,对过生日已经没了那份执着劲。 毕竟,过一天少一天了,可孩子的满月,他得好好合计合计,给孩子准备些什么礼物。 不管怎么说,孩子也得叫他爷爷不是? 本家的二哥得了一个孙女,二哥整天炫耀得像是得了个宝,还给孩子买了金链子金镯子。 村里老张得了一个孙子,老张投乐得嘴都闭不上了,立马去城里给买了个金锁。 要不,自己也去城里一趟,给孩子买个金玩意。 他对二姐说了自己的想法,二姐话都没说,先给了他一个脑瓜棒。 你别犯傻了,你养了他爹二十年,还要继续养这个小的不成。 要我说,什么也别给,你把这钱省下来养老用。 现在这世道,亲儿子都指望不上,何况这种外来的,二姐的话让李树铭内心里一阵失落。 儿子是嫉子,跟着他妈进门的时候已经八岁了。 那年李树铭三十六岁,一直单身。 不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而是他家里太穷了。 李树铭的父母一共生养了几个孩子。 李树铭最小,上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 等到四个哥哥都结了婚,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家里只有三间破房子和两个几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父亲腿疼,走路都得拄着拐,母亲眼睛蒙了一层白,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糊的, 现在才知道,应该是白内障,可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没去过医院,因为怕花钱。 孩子们都成了家,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李树铭也成了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 他和父母住在三间老屋里,守着二亩薄山地。 有没人上门给说亲,看看他家的情况以后摇摇头走了。 谁家的闺女愿意跳这种火坑啊? 即便是小伙子,长得还不错。 可一个字,穷,娶媳妇得花钱,他们拿什么去娶? 也有同龄人,约他出去找活干。 他坐在门口看看拄着拐的父亲,看看走路都用手摸索的母亲,终究是很不下心来。 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老了老了,他成了父母眼前唯一的依靠。 母亲说,老五啊,你别雇我们,出去挣两个钱给自己成一个家,不能让我和你爹拖累了你一辈子。 只要有愿意跟你的呀,女方穷点,丑点都行。 这老天爷恶不在夏家雀,我和你爹总有办法活得下去,再不计还有你那四个哥呢。 李树明被母亲说的也动了心思,他去找几个哥哥商议,说自己想出去打工。 那个时候,有出去打工的在村里也算是凤毛麟角,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拾的村民们,根本不会相信去外面的世界能挣回钱来。 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过于遥远的地方。 几个哥哥一口同声地表示了反对,话说到底,他也听出来了哥哥的意思。 爹娘都老了,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要照顾,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照顾两个老人。 如果你再走了,他们怎么办? 那个时候,农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没有全部成家,其他儿女就没有照顾老人的义务。 也就是说,只要李树明不结婚,老人只能跟着他过。 听了哥哥的话,李树明歇了出去打工的心思。 他先伺候走了爹,又伺候走了娘,磨磨蹭蹭地,自己的年纪就到了三十好几。 身边的同龄人都成了爹自辈的,他还是单身。 一个人吃一个人住,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回屋,自己不做饭,锅是冷的,自己不烧水,茶是凉的。 看着哥哥姐姐家的日子,一家比一家红火,他也眼热,恰巧村头的婶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说是比他大三岁,前头本来有个闺女夭折了。 后来男人又走了,就撇下他和一个八岁的儿子过日子。 孤儿寡母的,被婆家的殊败兄弟排挤,就想着找个人嫁了,余生找个依靠,李树明有些心动,跟婶子说了,要不就先相看相看人。 婶子给安排了,两个人在婶子家见了面。 李树明并没有刻意地打扮,只是找了一些干净点的衣服换上了。 想着女人带着孩子又去代销点,给买了两斤点信,两个罐头。 女人的个子不高,黑瘦黑瘦地,看着要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的样子。 孩子藏在母亲的身后,窃窃地看着她,眼神中有审视,有好奇, 还有一丝茫然和自卑。 只一眼,李树明就觉得心疼。 她伸出手,把孩子拽到自己的身边,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还是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女人点了点头, 叔叔好,我叫林壮壮。 李树明拿过点心和罐头,放到她跟前让她吃, 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看见母亲点头,眼里涌出一丝惊喜。 谢谢叔叔,孩子被没人领出去了。 李树明和女人说了一会话。 女人说,你的情况我都听没人说过了, 只要你乐意,我就领着孩子来跟你过日子。 那,你看中我什么了呢? 一个对自己的爹妈都好的人,不会差到哪里去。 说实话,我带着孩子,只有别人挑我的份, 我没有资格挑别人。 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对孩子好就行。 女人领着孩子走了, 没人问李树明对女人的印象怎么样, 这门亲戚有没有希望成。 李树明说,我乡种孩子了, 我想给他当爹,没人笑了, 男人想女人呀, 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你直接说乡种了女人, 那不就行了吗? 还拐着弯的要给人家儿子当爹, 李树明也跟着笑。 后来他跟自己跟老伴谈起这件事的时候, 说,我当时只记得你很瘦很瘦的, 脸长什么模样, 还真没记得住。 可我记住壮壮的样子了, 尤其是他躲在你身子后面, 露着头, 悄悄地看我的那种眼神, 让我特别地心疼。 像他这么一般大的孩子, 应该正是无忧无虑的时候, 他的眼里却藏着太多的心事, 李树明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平时很少走动的哥哥姐姐先后上了门。 不是祝福, 是劝阻。 你想找媳妇, 我们不拦着, 可是找个带女孩的也行啊。 你说带这么大一个小子, 这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孩子要上学得花钱, 孩子要结婚, 成家得花钱。 你这后半辈子, 别想轻松了。 再说了, 女人比你大, 还能不能声都另说着, 你说你娶这个媳妇图什么呢? 不如啊, 就这么一直担着, 你怕以后没人养老, 这不你还有几个侄子吗? 看中哪个过迹过去, 总比那些外来的强, 哥哥姐姐磨破了嘴皮子, 李树明谁也不搭理, 平时没见他们这么热心, 就连父亲到了最后几天住进了医院, 也是他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着的。 钱是他一个人出的, 累是他一个人受的, 最后谁也没对他说一声感激的话。 兄弟姐妹之间的情分, 早已经在日积月累中淡了。 再说了, 自己的日子自己做主, 他们凭什么干涉? 李树明找人, 把三间老屋翻了心, 又拉了一车红砖, 砌好了院墙, 托人查了一个吉日, 把壮壮娘俩取进了门。 哥哥姐姐见他一意孤行, 不听他们的劝, 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 断就断吧, 这世界谁离了谁, 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李树明一下成了有妻有子的人。 壮壮刚到他们家的时候, 胆子特别小, 连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 吃饭的时候, 李树明不拿筷子, 哪怕他饿得肚子咕咕叫, 也不会先加一根菜吃。 李树明上山, 他跟着去背柴, 李树明下地, 他跟着去扛敲。 李树明问他, 愿意不愿意去上学。 他摇摇头, 叔,我不上学, 我跟着你一块干活挣钱, 只要你让我吃饱饭就行。 我妈说了, 我现在和你是一家人, 什么事都得听你的。 李树明眼眶发热, 你妈说得对, 咱们是一家人, 你得听我的, 听我的就去读书。 读完小学读中学, 读完中学读大学, 等以后毕了业, 留在大城市里工作。 到了那一天呀, 把我和你妈都接出去, 让我们也过几天脚不沾泥的日子, 李树明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交到老师的手里。 小孩子也有恶趣味, 对于壮壮这个外来者, 他们表现出来了最大的恶意。 他们都不和他玩, 说他是脱油瓶, 故意撕坏他的书本, 把蛤蟆蜈蚣偷偷放进他的书包里。 壮壮不敢让李树明知道, 只能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邻居家的孙子跟壮壮同岁, 平时也受那些孩子的欺负, 把这些事情偷偷地告诉了李树明。 李树明领着壮壮堵在了放学的路上, 他对壮壮说, 男子汉大丈夫, 走路要挺起腰杆来, 你不能欺负别人, 但是绝对也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 今天我就站在这里, 谁打过你, 你打回去, 谁欺负过你, 你欺负回去, 壮壮拉着他的手, 大声说, 我知道了, 爸爸, 这一声爸爸, 让李树明的心里一暖。 爸爸, 以后他们再欺负我, 我会反抗, 也会跟老师说, 但是我不会打他们, 要是打他们的话, 我跟他们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那天下午, 李树明破天荒地喝了二两小酒, 他对媳妇说, 壮壮终于把他当爹了, 为了子, 他也得加油干。 村里建起来砖厂, 招工人, 他买了一个二手三轮装砖批, 这活类可挣钱多。 媳妇心疼他, 饭菜变着花样的做, 儿子也心疼他, 每天下工回去, 都会端过来一盆烫烫的热水 给他洗脚。 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 媳妇的脸上有了肉, 儿子的个子也窜出了一截, 李树明的笑容更多了。 那一年, 他挣了一万多, 过年的时候, 给老婆孩子都买上了新衣服, 还存起来八千。 他对壮壮说, 你好好读书, 这钱就是你以后的学费。 看他的日子过得好了, 几个兄妹又凑了过来, 再好, 那也不是你的亲儿子, 也不跟着你兴礼。 最好是啊, 你们再生一个, 这样等到你老了, 也能有个依靠。 李树明不搭理他们, 在结婚之前, 媳妇就跟他说过, 他已经做了绝育。 树明, 要不我去做恢复手术吧? 听说现在能做, 做了以后还能生孩子, 受那个罪干什么? 要是你不嫁给我呀, 我还是光棍一个呢, 更别谈什么孩子了。 再说了, 我们不是有壮壮吗? 壮壮就是我的儿子, 壮壮的成绩一直很好, 学习就没用他操过什么心, 三间屋的砖墙上 全部是壮壮的奖壮。 后来终于没有让他失望, 考上了大学, 留在了大城市里工作。 结婚的时候, 李树明给拿出了 五十万买了房, 那是他一辈子的积蓄。 婚礼上敬酒的时候, 听着儿子儿媳脆生生地叫他爸, 他的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可随着儿子结婚, 紧接着就生了孙子, 老伴被儿子他们接去看孩子了, 家里又只撇下了他一个人。 村里人有多嘴地就说, 壮壮他妈, 这是谢莫杀驴呀, 孩子养大了, 儿媳妇娶上了, 孙子出生了, 李树明也就没用了, 以后就有李树明的苦日子过了。 一个人说的时候, 李树明不在乎, 两个人说的时候, 李树明心里有了个疙瘩, 三个人说的时候, 李树明的腰都矮了一截。 他找借口, 三天两头地打电话开视频。 儿子媳妇爸爸叫得挺热乎, 老伴照常嘘寒问暖, 他的心放下了一半,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孙子三岁了, 上了幼儿园, 老伴回到家, 劳俩口热热乎乎地过着小日子。 李树明暗骂自己心眼小, 还没热乎两年, 儿子家二胎又来了, 老伴收拾好了行李, 依依不舍得走了。 李树明又成了孤家寡人, 看看人家, 想想自己, 这天下的父母还不都一个样。 为了女, 过着过着都过上了单身的日子, 只是想不通儿子家老大的时候 没有回来过满月, 为什么老二了? 儿子执意要回来呢? 还让他通知他这边所有的亲戚朋友。 想不通就不想了, 李树明向来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金链子金锁金手镯, 他也不买了, 准备了6666块钱, 全部是崭新的没有用过的, 这是他专门上银行兑换的, 工作人员听他说是准备给孙子等见面礼, 热情地招待了他。 就祝福小孙子这一生顺风顺水, 平平安安吧。 他又除了一会儿地, 眼看太阳天了西, 扛起锄头回来家。 儿子说家里什么也不用他准备, 他会提前回来安排好饭店, 到时候人到齐了就行。 两三天的功夫, 眨眼就到了, 老伴和儿子一家五口人, 齐齐整整地回来了。 给他买回了新衣服, 说还订了一只十二朵的蛋糕。 爸, 这个生日你一定要好好过, 我还给你准备了两件礼物, 到时候一块送给你, 什么礼物呀, 还弄得这么神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林壮在镇上的饭店里安了五桌, 有他的同学朋友, 有李树明的兄弟子职。 众人也不知道抱着一种什么心理, 凡是通知到的一个也没有少。 酒足饭饱了, 众人依然没有离去。 林壮好像已经忘掉了礼物的事情, 一直也没有提起。 李树明坐在主位上, 既忐忑, 又期待, 直到儿媳抱着刚睡醒的二宝走了过来。 林壮接过孩子, 各位固有亲朋, 大家都知道, 我爸不是我亲爸, 可在我心里, 他比我亲爸还亲。 没有他,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妈嫁给我爸二十多年, 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能给我爸生一个孩子。 这是他的遗憾, 也是我爸的遗憾。 可今天, 我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过来。 说完, 他从母亲的手里, 接过了一件东西, 展现在众人面前, 有靠得近地看到了。 一, 户口本。 林壮拿过户口本, 打开, 我家老二的名字, 已经落户了。 他叫李慕恩, 李慕恩, 这是随了李树明的姓啊。 是啊是啊, 李老头的这个儿子, 没白养, 这个孩子即是跟着我爸姓, 也是跟着我媳妇姓, 因为孩子的妈妈也姓李, 话还没说完, 林壮媳妇接了过去。 我和林壮是相亲认识的, 见面的第一句话, 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姓李。 第二句话, 要是结婚的话, 他的第二个孩子会跟着妈妈姓。 我问他, 要是我不姓李的话, 他是不是就不会和我相亲? 他说是。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继父姓李, 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想生一个随继父姓的孩子。 但是一个户口本上的三个姓氏,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噩梦, 他经历过。 上学的时候, 老师问他, 为什么他和他妈, 他爸的姓都不一样? 他不想解释, 在别人同情的目光中, 不由的自卑。 好在爸爸对他很好, 让他有了面对的勇气,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 他不想自己的孩子也经历这样的事情。 孩子妈妈姓李,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说实话, 我很庆幸, 我也姓李, 李树鸣的眼眶红了, 他双手接过户口本。 好孩子, 我, 我喜欢, 还有一个礼物, 一起送给你。 林壮转身, 又从母亲手里拿过一件东西, 这是一个房产证, 和我住的在一个小区, 不过就是小了些, 林壮摸了摸头发, 有点不好意思。 爸, 你和我妈年纪也大了, 老这么两地分居, 也不是这么回事。 我就和你儿媳妇商议好了, 在一个小区里买了这么一套小房子, 这一次回来, 就是接你一起去的, 不能说是让你去享福, 可也不愿留你一个人在家了。 那样的话, 我妈不放心, 我也不放心, 李树鸣眼泪悄无声息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他颤抖着嘴唇,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林壮把他拥在怀里, 爸, 等我有钱了, 再给你们换一套大典的房子, 因为你值得。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